健身女神章生活正能量 大家看我又搬到了一个新家 我们终于在巴黎岛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别墅 几个朋友一起合租 然后就非常便宜 就搬了新家非常爽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卧 然后楼上楼下两层还带着游泳池 然后有冰箱大彩电 然后什么都好像听着好像特别 这不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其实在巴黎岛这边 找一个比较好的别墅还是挺不容易的 然后反正就非常开心 到时候有机会的话 可以先给大家随便看一下 这是有点乱 这是我们的那个房间 然后这边是阳台 然后还有楼下 这个外头还有一个小池塘里面 有养了十条鱼 游泳池在楼下 然后总体还是非常喜欢的 怎么又一扯又扯别的去了 就给大家说这别墅事儿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 其实是关于也是最近的我的一个 一个不是算突发吉祥 算一个灵感 就关于活在当下 关于冥想和一个有意识 Conscious 大家都经常可能听说过 就说人在一天中做的一个决定 95%可能更多 95%或者以上都是Subconscious在做决定 就是你的潜意识在帮你做决定 比如说有时候你开车去上班 到班上以后你都不知道你这一路上怎么就开车就过来 可你脑袋想着别的事儿或者你骑自行车 脑袋想着别的事儿是吧 这就不太安全 但是呢有时候经常你就是脑袋就已经是开小叉 然后去浮想连篇 然后手里做的事情该做还是做的 所以你这个整个一天的人体的活动 95%都是在受你的潜意识控制 首先说这是一件好的事儿 如果什么事情都是要你花大力气去想 去做决定 然后去 所以说Mark Zuckerberg说他有什么十件二十件 一模一样 颜色都一样的衬衫 就是为了 不会还是牛仔裤 牛仔裤 就是为了他每天早上起来 不用发愁穿什么 就是穿这一身衣服是吧 就不用去做那么决定 做决定也是要消耗你的精力的 所以包括你的呼吸 包括你的心跳 内分泌 你的消化等等都不用你自己的控制 然后有时包括你做很多的事情 已经就是写字啊 然后走路啊跑步啊骑车开车 然后做任何的事情 刷牙洗脸是吧 洗澡 那个上厕所 这么多的事情都不用你去想 不用你去再怎么过脑子 其实潜意识就已经帮你控制了 但其实给这现代的人带来的负面是什么呢 就是你经常心不在焉 不能专心 然后总是想着担忧着过去 然后想着这个 叫什么 后悔着过去 然后担忧着未来 就是为什么之前是老子说的吧 如果你这个 想着过去的话 那你内心就是充满了这个 叫什么 焦虑是吧 想着过去哪个做错了 什么后悔 如果你自己想着未来的话 那你内心就充满了这个 可能充满了恐惧 想着未来 这个不行怎么办 那不行怎么办 那这件事情发生怎么办 那你就是一种fear 只有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 活在现在 this moment this second 这个时候你才是最幸福的 因为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任何的担心 你的脑子 其实你的ego 或者说你这个 这个意识 或是吧 你的大脑 总是在想前想后 总是在 它利用自己的这个 这叫什么 它的能力 是吧 人类和动物的区别 就是人类 最大区别 就是人类 有想象力 可以去想象这个未来 然后或者说 可以去回忆这个过去 至少是人类 现在咱们以为 觉得跟动物有这个区别 也许人家动物 也有想象力 咱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给现在的人 又带了这么大的 这个叫什么障碍 也好 是吧 所有人 很多人焦虑 抑郁 恐惧 等等 所以那天又看了一本书 说 就什么就是 真的叫活在当下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 邀请了一帮朋友 来你家 不知道 吃晚饭 是吧 大家这个晚饭都吃好了 然后盘子往那一摊 然后可能你作为女主人 男主人 你说 那我来洗碗吧 或者说你来收拾屋子 是吧 收拾这个餐桌 当然在你洗碗的时候 你可能想洗碗之后 我要跟我的朋友再去 再在家里 再喝两杯 然后再怎么着 玩个游戏 然后再聊聊天 那大家这时候已经是 吃完饭跟那歇着呢 然后你可能就会 急急忙忙 急急匆匆的去刷盘子 然后想赶紧刷盘子 再跟朋友再喝两杯红酒 是不是再聊天 但其实你现在所做的 其实就是在去 非常的rushing 要去急于去把这个盘子刷完了之后 才能去享受 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可能大多人想 就是这样 刷盘子多酷拆事 是吧 多无聊 但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活在当下 活在你每一分每一秒 Enjoy the moment 这个时候你刷盘子 就是刷完 就是想让这个盘子碗变干净 就是享受 就是享受的过程 就是在认真做这个过程 你刷这个碗 就是想让碗变干净 而不是想我之后 能跟朋友继续去喝 你的大脑 在刷碗的时候 你就开始想象成 之后我们 当你跟朋友喝酒的时候 你就开始想了 到时候朋友几点 该走了 然后他们能不能打上车 然后怎么样 我还随便要收拾屋子 你那时候跟朋友喝酒的时候 又想着别的 所以在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都在想着下一件事情 其实你永远就没有活过 永远就没有活在这个时刻 所以有时候真的我就觉得把刷盘子刷满 打扫卫生啊什么 清理做家务这些东西 真的可以当成一种冥想 当成一种 就你平时生活的一个 像什么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小空间 一个私人空间 哪怕你就戴上你的耳机 听着你的audible 听着你的书 或者是听些音乐 或者是什么也不听也好 那你就就是自己在那刷碗也好 就是享受的过程 看这水是怎么流到手上的 然后碗是怎么又干净了 享受整个这个过程 从这个不干净到干净是吧 相当于就是神情专注的 有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 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真的当你去做了一件家务的时候 你反而倒觉得 这段时间是让你大脑 怎么说呢 清空的一段时间 没有去胡思乱想一些东西 反而让你会心里头会很开心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 就通过这个 我就联想到我自己 真的有时候做一件 感觉是一个chore 感觉是一个很无聊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有时候就去认真的去体会 或者哪怕我就是戴上耳机 听上一些轻松的音乐 然后去享受这个美国的过程 真的有时候就完全很享受 有人说就是有时候我们一帮朋友出去 去哪租个别墅住几天 然后需要刷碗的 我还挺爱刷碗的 就怎么说呢 就感觉整个这个过程挺轻松的 然后就去感受刷每一个碗的过程 从这个不干净到干净 也不想着之后会怎么样 朋友跟那聊天 没有带我聊是吧 没有带我玩 好像人家就去开心去了 然后我就少了一份快乐 其实并没有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从一件事情就联想到很多 真的是很多人 大多数人包括我以前 有时包括我现在 在你不经意 在你就是可能稍微一走神 然后你可能就已经是没有活在当下 就是想着过去前两天 昨天想着未来明天 然后下周什么怎么样 脑子就开始又开始想去 其实这就是给人类带来的 或者说你最大的痛苦 就是在想过去和未来 只有在你活在当下的时候 你可能有时候 也许你真的注意 就能体会到一种平静 一种peaceful 然后一种好像永恒的一种 这时间就凝固住了 然后就一直在享受 然后也没有大喜 也没有大悲 也不会说去 去特别高兴什么一件事情 或者特别难受一件事情 就一种很平常心态 去体会的那种平静 和那种疑人 或者说一种就是 serene 知道吗 就是一种很平静的状态 然后觉得那种状态 能持久很长时间 就心里有一种 小小的一种甜蜜感 根本完全不用说 非常有多好的事情 当你需要外界的事情 来让你开心 来让你不开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 你永远可能无法得到快乐的 因为到最后 我之前也说过 所有的快乐幸福 还是来自于内心的 靠外在 你总是在怎么说呢 depending on something else 是吧 这个时候你是完全不能给你自己的 其实你生下来 你这个幸福 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每个人都具备 去获取幸福的能力 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 只要你还活着 不是想想这个 能活着就很开心了 所以前两天又读到 那个Tools of Titans 里面有介绍 有一个叫Star Therapy 什么叫Star Therapy呢 它就是说让你 当你遇到什么事情 不开心或者怎么样 就是头脑 特别心烦意乱的时候 你就想想 跳出来 把自己跳到一个 特别遥远的一个星球 一个太阳系外面 银河系外面 然后去远观地球 远观所有的星系 然后那么浩瀚的宇宙 是把那些小星球 你就想想晚上看看天上的星星 到晚上能看见星星的时候 每一颗星星 那都是一个太阳 对吧 每一个星星都是一个太阳 而且你看到那颗星星 发出来的光 已经是几百一万年前 可能那个星星 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或者说那个叫什么 恒星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它发出来的光 你现在才看见 已经是走过了 那么几千万的光年的 是吧 这个距离 所以已经是非常夭短了 人是多么多么多么的渺小 所以又说到这特别 人是多么的渺小 那么浩瀚的宇宙 然后当你跳出来以后 看到自己那地球 那个点 那个小亮点 那就是地球 你就在那个地球上的 某一点里面去思考 你脑子 小脑子中的那些烦恼 然后当你跳出来以后 觉得那种浩瀚宇宙 无穷无限 然后人生活的这一辈子 然后再有这些烦恼 你何必呢 是不是 所以听了我这番话 你是不是想想你所有的那些 痛苦什么都是 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整个这浩瀚的宇宙世界当中 就是这么 这么叫什么 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 就是那咱们是那么的小 人类是那么的渺小 其他的未知和就是 真是所有的未知 你知道越多 你不知道越多 所有的未知都是在那么大 无穷无限 人类知道事情 其实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 说这个整个这个 就好像是说这个 整个这海洋 觉得咱们都知道 这儿海 那儿海 然后怎么 但是咱们所知道的鱼类 所知道生物 所知道这个海底 最深底的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的 咱们只可能只知道5% 剩下95%都是未开发的 所以知识也是无限的 不知道东西和这个 不知道的空间和你所 不能理解的一些东西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想想你那些小的矛盾呀 那些烦恼啊 就何必呢 是吧 这些都是让你活在当下的 也是一些工具吧 我觉得是这样 有时候想想说 以前我也说 什么叫一个good life 或者说你活得很好 那可能就是enjoy every moment 享受每一时每一刻 如果你这个时候 大脑都不在这儿 你都不再去享受 哪怕你刷盘子刷碗 或者做一些你 不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你不享受在这一当下的话 那你什么时候会享受呢 你那一辈子 就是靠你的每一天积累起来的 你每一天都不开心 你一辈子也就不开心 你每一天就是靠着 每时每刻积累起来的 是吧 所以说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如果你真想人生过得充实 过得这个精彩 过得这个有意义 过得特别实在 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要实在 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every single moment every single minute 所以又说到这个 可能有些人就说 这就是一个大理论 像是一些宗教 像一些禅 然后这些老子 佛教等等 就是比较深奥 然后觉得自己是普通人 离这比较远 其实没有 每个人都可以 有自己的一种宗教 我说这个宗教 不一定是说 你要相信一个神 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种内心的 一种信仰也好 或者说是 这种回归大自然 然后融合为一 然后把自己 想得特别广阔 而不是用自己的意狗 意狗就是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别人是别人 我是我 egoistisch 就是这个selfish 对吧 就是要自私 我怎么没有什么 他人 就当你把自己 跟外界社会 他人隔离 隔绝起来的时候 你要拥有一些东西 你要干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你痛苦的 最大的来源 当你把自己就是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 佛教就是 无限的爱 然后自己就是 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是吧 当你这个时候去奉献 去充满了爱 然后去活在当下 每一时刻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 内心会有很 出其不意的一种瓶颈 让你会 就会很开心 我知道刚才说的话 可能就又不make sense 然后又特别的 想到哪 说到哪 指哪 打哪 但是也希望你能 能 怎么说呢 体会到其中的一些 意义所在 或其中的一些精华 可能哪一句就 又敲醒了你 是吧 所以 说半天还是觉得 就是 其实到最重要的 就是你每一分 每一秒 头脑都是清醒的 知道你自己在干 干什么 而不是就是 开着车 然后都回去回家了 路上是怎么开过来 都不知道 是吧 脑子里总是在想 这些其他事情 该干什么事情的时候 去干什么 干什么事情 该计划就计划 该工作工作 你该做什么事情 一心一意的去 怎么说呢 就是把这个 去享受整个的过程 享受其实就是去观察 就是去体会 就是去怎么说呢 相对于还是一种 wonder 一种curious 对自然 对世界 对科学 对人类 对包括所有 你周围的一切的 一种好奇心 会让你去 很享受这过程 为什么是 可能你就会问 为什么这个东西 就被我就能洗干净了 然后这盘子 又是怎么做的 这个水又是怎么样 我的手是这么灵巧 然后我大脑就能控制一步 所以也是让你所有的好奇心 都会让你去有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叫什么 就是一种敬畏感 对自然 人生 生命 和所有的一切 所以这一说 又说大了 是吧 好吧 希望你能体会 我的用心良苦 然后 到最后还是给自己做广告 如果你想 十周改变身材的话 那么这个 十周变身计划 对吧 先看一下 我这些成功的案例 是男是女 然后减脂增肌塑形 都是可以的 大家这个身材都变化了 按照他自己的最理想的 最好的身材 是吧 如果你也想拥有好身材 觉得一辈子看不见自己的好身材 多痛苦这件事情 这回其实也没有什么最好的时机了 就是 行动起来就是最好的 是吧 哪怕你行动起来 做到了50% 你也有50%的效果 关键就是 就是看你的行动 如果你下定决心的话 那么你可以先看一下我的网站 十周变身计划 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适不适合你 就在家也行 在健身房也可以 然后就是照着视频做 然后有饮食也都给你 有自控力的课程 教你如何培养习惯 是吧 如果你觉得还合适 可以的话 然后有进一步的问题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就是注明 十周变身计划就可以了 因为微信加到5000人了 然后我就会来亲自来咨询你 然后能帮你石油改变身材 好 广告结束 然后下面就是 如果你想听什么话题 也可以 就在下面给我留言就可以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like我的视频 继续关注我 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然后每天就能 怎么说的 正能量辐射你 然后让你 每天 或者说让你这个 这个生活吧 给你一些新的启发 咱们也就是互相进步 互相的提升 好 那咱们就今天聊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